我觉得我没有朋友了 你看你的朋友都认为你狡猾 一个认为狡猾 一个认为更狡猾 没想到录个播客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动物 为什么 反正个人的性格可以挂起勾来 还有你觉得你自己像什么样子动物 我想起心动的信号那个测试 动物测试 这个可以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 什么心动信号我不知道 一个综艺节目 恋宗 恋宗 没有看人家谈恋爱 我气得抓狂 因为自己没有谈恋爱 不 你看到会觉得你想谈恋爱 你去看 我只会羡慕嫉妒恨 不 你要去看 你会想谈的 对吧 安哥 是吗 我们倒是谈呢 这不是没找到 那就 就刚好我们说到 这个心动的信号里面那个测试 就是测你的性格像什么动物 那我们就直接说这个好了 好的 聊一聊 我的性格像什么动物 对 就是 呃 他里面测试会有不同的动物出来 安哥当时测出来你像什么动物 快乐 白天鹅 啊 白天鹅 对 那我也没测过呀 没关系 我测过了 我也忘了 你可能跟安哥还挺像的吧 你们俩都很快乐 就是都乐呵呵的 嗯 嗯 那我 我初中的外号叫 The Great White Shark 把大 为什么 大白沙 因为长得白 哦 然后其 其次是 脾气火爆 哦 我就想说这个 我 我猜的应该是大家 因为这个给你取了这个名字 哦 你倒想到了 哦 因为鲨鱼的鲨鱼的脾气不好 对吗 很容易生气 经常生气 那倒也不是 鲨鱼 不是就大白沙 就不是海底霸王吗 想到 你就以为是脾气暴躁 他但是他一般不攻击人类 你不惹他 他不攻击 嗯 干净 干净 只是说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印象 他是暴躁的 嗯 暴躁 吃相比较 比较苛诚 暴躁就是很容易生气 嗯 经常生气 暴躁 但是鲨鱼 嗯 但是真正的鲨鱼 不暴躁 嗯 不容易生气 他们 他们很好 只是看起来 看起来很 很凶 他们吃 他们 这个狩猎 狩猎就是 呃 嗯 吃东西 比较暴躁 就吃相比较丑陋 比较难看 比较磕 吃东西丑陋 嗯 不是啊 嗯 对 他是把 就是甩来甩去 把那个 撕碎了 再吃 哦 他不是一口吞的 嗯 他是就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 看起来很凶 嗯 那我觉得小兔还挺像的呢 哈哈哈哈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我下次我真的是 我不在你面前体现一下大白沙的本性 我真的是 我都对不起你这句话 嗯 对 但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 嗯 就不吃东西的时候 也那个 哈哈哈哈 完了 谢谢 完了 观众 观众朋友们 Jeryl 完了 完了 就是小兔想打我 想 杀了我 over give over give over 对 要追击他 嗯 好 快点说动物啊 那 那你为什么 又 又叫小兔呢 这不是追星的结果吗 哈哈 追谁呀 追 追星 五月天啊 那为什么叫小兔呢 Mayday 五月天 嗯 是这样 五月天的主唱叫阿信 然后他姓陈 他的本名叫陈信红 有一年 好多年前 然后他有一次抓娃娃 抓了一只兔子 然后给他起名叫陈小兔 哈哈 天啊 天啊 这个故事 万一有一天 万一有一天 他走在路上 他摸了一只猫 哇 这个小猫很可爱耶 然后呢 他那个粉丝说 啊 以后我就叫小包 然后 对呀 粉丝 粉丝都是这样的呀 你不知道吗 粉丝都是这样的呀 我没有偶像 嗯 偶像 哦 我没有偶像 我有 那我追星的 我就是追追五月天嘛 这么多年来追追了 一二年喜欢的 哇 到现在是一年了 哇 比喜欢我还久 哎 我零七年认识你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不喜欢我 你还没喜欢上他 那我啥时候喜欢上你的呀 我不知道你呀 你觉得我啥时候喜欢上你的 昨天 现在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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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始干啥 回来说你 说动我 收 嗯 收 我以为小兔是因为那个生肖 就是因为你 对 我确实也属兔 对 对 刚好我老妈也姓陈 哦 嗯 所以 所以 就是我的名字 就真的就是 实实在在的 就 他就应该属于我 行 好 小兔 嗯 对吧 嗯 好做 那 安波 你刚刚说 那个天鹅 快乐的 快乐的白天鹅 对吗 嗯 天鹅 他为什么 为什么说是天鹅呢 为什么是快乐的天鹅 感觉天鹅用 优雅 高贵来形容 我忘了 对吧 我忘了 为什么他叫快乐白天鹅 但是我只 你 是因为我那天看了那个电视 然后我才想起了 啊 原来你给我发的就是那个 那个里面的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以前的记录 然后我想看一下我是哪一个 但是我就看到了啊 我是快乐白天鹅 但是我点开那个快乐白天鹅 他有什么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看看白天鹅 白天鹅不应该是高雅的 高贵的 对 很高雅的 优雅的 我也是很优雅呀 对 你是哪 哎呦 这喝水喝的真优雅 是不是因为白天鹅很自由 自由 是吗 我记得他说 你晓得了 他说你是这样的人 就是说你很快乐 然后对那些很无聊的事情 呃 不喜欢 对无聊的事情过敏 就是嗯 如果看到无聊的事情 啊 走开 远一点 远一点 不花时间 去做很无聊的事情 对 啊 然后是派对的活跃分子 嗯 就是去派对的时候会 呃 会说很多话 好像也没有 如果是熟的人 就是 嗯 不熟的人 嗯 还有是美好生活的实践家 对 就是喜欢去体验美好的生活 嗯 同意同意 看到很好的东西 同意同意 嗯 所以 对快乐 优雅 高贵 你 你觉得 你觉得准吗 你觉得他这个 我觉得派对那个不准 其他的 其实 好像每个人都适合 谁应该谁 但派对 你有没有参加派对啊 没有什么 我觉得我要是去派对里 我应该是那个 嗯 肯定不是那个什么的 那指不定呢 我跟你讲 小醋是 我跟你说 小醋绝对是派对的积极分子 就是 无论在什么派对 什么场合 什么聚会 他永远是最亮眼的那个 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真的吗 真的 你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吗 就是 你去问别人 问我们的朋友 嗯 这样子啊 我居然是这样子 我就怕冷场 你知道吧 哦 我是怕冷场 不不不 你是对自己有误解 那也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 不是 我是怕冷场 所以就是要显得 积极一点 所以你可以吧 但是有的人怕冷场 但他也做不到 哦 这样子啊 是的 嗯 好的 原来是这样 我是降级的人 安波 你觉得自己像什么动物 哎呀 像什么动物啊 优雅的白天 那是你的意思 我好像真的 就是我想到 一个是自由 一个是快乐 就好像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两次白天了 那就是白天了 哦 就我 我那个测出来的 嗯 我那个测出来的 它不是一个动物 它是一个 它叫独角兽 就是 独角兽也是啊 那不就是动物吗 哦哦哦哦 这个属于是童话的动物 对就不是真的 是故事里的动物 挺像你的 很像 挺像你的 那这个有啥特点 我真不了解这个独角兽 对啊 你说说你那个有什么特点 对啊 我也不了解独角兽 但是 嗯 它是这么形容的 它说 你是人间理想型 可能就是比较理想主义吧 就是会 没有我 你说人间理想 我觉得是娶老婆的理想型 太好了 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 那我谢谢你 这老婆娶的多好呀 又有能力 又温柔 然后想的还周到 还挺体贴的 是吧 是 是谁在独角兽的 就在 我说是谁在找 说要找独角兽的 告诉他 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 他说 有隐藏的冷笑话体质 就是讲一个笑话 他 很不好笑 这个是冷笑话 对 这个好像有一点 你试试 你试试 你讲冷笑话吗 你没有在意过 你讲过冷笑话 对 我没听过 对啊 没听过 你也没有说刻意去讲冷笑话 好像是没有 那我可能 那我觉得我讲的不是 有隐藏的 所以叫隐藏的是吧 在里面的 看不出来 对对对 那这么说的挺对的 隐藏的就是 嗯 不到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想 看不见看不见 怎么呢 怎么说 看不见看不见 看不见看不见 你能想到冷笑话 你能想到冷笑话吗 小兔 你们能想到吗 我喜欢听冷笑话 那我想到 我还真不怎么 我想到两个 有 你说 嗯 为什么还是 蓝色的 因为 因为鱼在海里 会吐泡泡 他 波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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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吐泡 我听过 你听过 没有 但这格好 很好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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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你说了 我才想起来了 嗯 还有一个冷笑话 就是 有一个人 他小时候 被狗咬了 但是 他没有去打那个狂犬疫苗 就是没有打针 他被狗咬了 要打针 但是他没有打针 所以他现在长大了 他变成了单身狗 很冷吗 听得懂 没听懂 就是一个像 小时候被狗咬了 所以他有生病了 因为他没有打针 所以他生病了 现在他也变成了一只狗 一只单身狗 还有说或者变成了一只田狗 田狗知道吗 田狗就是 我喜欢一个人 我就一直追他 我一直给他发消息 一直去找他 这个笑话冷吗 没听懂 就不太知道他冷不冷 这个聪明的人才能听懂 所以这是个冷笑 你听懂了 我第一遍没听懂 第二遍懂了 就是他说一个人 人他小的时候 然后长大 他就变成了那个什么 什么狗 单身狗 什么田狗 对 他说那个那个谐音 单身狗 田狗 不是真的狗 但是他用这个词 你没听懂啊 不是他被狗咬了就变成了单身狗 就是搞笑吗 就是因为没有关系 所以才 那这个太冷了 我真没盖到到笑点 还不如那个 BlueBlue谐音梗呢 所以是冷 我给你讲一个冷笑话 这个Jero知道 我们在那个YouTube频道里 真说有三个西红柿 好 西红柿爸爸 西红柿妈妈和西红柿儿子 他们三个一起在路上走走走 然后西红柿爸爸和妈妈 走了比较快 他就在前面走走走走 西红柿儿子呢 就是在后面走 然后那个西红柿爸爸就 就一回头看他还在后面 一回头看他还在后面 所以他爸爸就生气了 就回头很大声跟他儿子说 Catch up Catch up 这个英文的 所以小兔肯定不知道 Catch up就是 番茄酱的意思 Catch up Catch up有一个 快点快点追上 对啊 我知道前面那个快点快点 后面那也不知道 他有番茄酱 我知道你说快点快点 然后番茄酱 对因为他还有第二个意思 你如果不说他的第二个意思 小兔肯定不懂 对 如果你懂了呢 如果你现在知道 他是有番茄酱的意思 也没get到笑点 那是挺冷的 这个就是冷笑话 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不是很好笑 可能说的那个人 自己觉得很好笑 但是被人觉得不好笑 对对 是的 我一时半会儿 我这记忆也不好 一时半会儿 也想不到什么冷笑话 就是最古早的那个冷笑话 就是笑点滴嘛 嗯 我以为你说要说一个最古早的 我也 就是这个很古早呀 就是最古早的冷笑话 就是他那个生病了 然后打点滴 打吊瓶 然后他抽着那个调 那个那个调平在那 哈哈哈哈 乐 然后人家说 你为什么说 他为什么笑 他说我笑点滴 这个挺好笑的 很好笑啊 对啊 这就是最早的 古早的 好古早 这好多年前挺过的 就只记住了这一个 笑点滴 挺好的 嗯 古早就是 很早很早以前的 很很古老的 Long long ago 嗯 点滴就是他那个 你在这 呃呃呃 然后一个很高的 那个瓶子 水滴滴滴滴滴下来 对对对对 你生病了 去医院 要打点滴 嗯 对 这个叫点滴 这个是点滴 就是笑哈哈哈哈 笑这个点滴 第二个 笑点滴 就是他 就是 容易笑 对对对 就是不好笑 什么笑话都 容易笑 就是那个 很低 点 那个点很低 对 不是很高 嗯 小兔 小兔 就是 小兔是笑点低 还是笑点高 我应该是低的 我觉得他有时候低 有时候高 对 就跟智商是有关的 听不懂的就高了 对 因为刚刚我们俩讲的笑话 你都没有笑 你第一个Blue 我还是笑了的 我谢谢 Bl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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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好 我讲 讲完我的第三个 他的第三个特征 特点是 这个独角兽的第三个特点 是 回来了 对啊 忽然到 想去哪儿了 我以为回不来了呢 收回来 我也想得回来 收 第三个是 赤子之心的笨小孩 赤子之心是什么意思呢 初心 Stay Real 哦 是这样的吗 嗯 哦 对 就是 就是像小孩子一样 他没有想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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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是初心 嗯 那这个像我 对 就是也和理想主义比较像 就像小孩一样 想 想得很简单 嗯 不会被这个社会上别的东西 嗯 对 但是我给我的学生说我像什么动物 我说的是猫 因为我觉得猫很独立 它不会 它不像狗 狗会喜欢和人在一起 但是猫 嗯 它想和你玩的时候 它就来找你 它不想和你玩的时候 它就自己在旁边 它自己和自己玩 那你这是完全符合 就是猫 猫就是现在的这种习性 你知道您说猫 我想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猫 传统文化中的猫是什么样子 狡猾呀 不狡猾 猫不狡猾 猫很特利独性 嗯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它就是狡猾 嗯 我不承认 哪里说的 哪里说 传统文化 就是中国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以前的中国 我觉得 嗯 你给这好 这个是很好的 点 在这个点 给大家说一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就是 就是 我想一下 哪里它说了猫 比较狡猾 狡猾的意思就是 就是有一点点坏 就是狡猾 这个笑话 冷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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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脚 这个走走走 这个 这个 走了 走了 我印象是这样 你瞎编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想起人 狸猫换太子 对呀 狸猫换太子 那又不是猫自己换的 是别人换的 哦 但是 那我 狸猫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就猫 为什么不是 十二生肖之一啊 那那个不是 那那个是 老鼠狡猾 不是猫狡猾 猫是 被害者 是受害者 就是被老鼠 骗了的 老鼠欺骗了猫 猫是受害者 它不狡猾 狡猾的是 老鼠 哦 那就是猫是贪睡 对猫是贪睡 嗯 它不狡猾 哦 好的 就是想说 我不狡猾 对 它就想说这个 对 因为我们觉得 狐狸比较狡猾 嗯 对对 狐狸那个动物 狐狸那个动物是什么 什么尖尖的 它的鼻子尖尖的 鼻子和嘴都尖尖的 嘴尖尖的 橙色的 狐狸 也有白色的吧 白色的狐狸 哦 很好看 我的学生说 他自己像狐狸 他觉得他很狡猾 哦 他自己说的 啊 他自己说的 对 是我说的 还是他说的 我忘了 但是现在是我们都觉得 他像 我为什么会认为猫狡猾呢 你记错了 你瞎编呢 OK 这个过了 好的 可能 可能你心里觉得 这人都比较狡猾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你对我有误解 误解就是 错误的理解 就是你想的不对 你觉得我狡猾 但是其实 我很狡猾 这个转折来得好 我觉得我没有朋友了 你看你的朋友都认为你狡猾 一个认为狡猾 一个认为更狡猾 没想到录个播客 我失去了两个朋友 by bwd6